从河南来的吴先生年初千里迢迢到澳门 在路荡的威尼斯人和银河做底盘工人 期间与老板发生言语冲突 惨遭炒鱿鱼 没想到不仅八月份的工资没领到 七口八口下倒欠了八百多块钱 他说每月都会把一半的工资原封不动的还给公司 我们的薪水就没有没有给过我们工作单 然后呢他每个月干合同是一万五千元和五百元的房住房补贴 他每个月要我们给他回水七千五百块钱 大约七千五百块钱左右 然后回完水之后呢 他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单呢全是假的 吴先生说外地劳工每月回水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而这笔回水钱并没有任何的收据 工资被强硬的筹取一半 工人们只能靠加班补充 而账面上每小时七十块钱的加班费 工人们实际上也没有拿满 这加班费我们是按三十五一个小时的 然后我们加的是我们每天晚上加四个小时 他现在说我们吃饭休息所以一个半小时 吴先生说已经到劳工局和私警局投诉 但是资方早有筹划 之前并没有给工人发放工资单 再加上没有回水收据 工人们在没有食物证据下投诉无门 据了解目前还有两名内地建筑工人 因为觉得太不公平也准备打包走人 阿雅卫视旅品妖花澳门报道